镜头我们找到日本 日本当然待会看到是正妹 可是我想不懂 想不通 为什么正妹就正妹 为什么还放下去最恐怖的正妹 事实上这位最危险的正妹 九宝田林奈 他为什么说他是最危险 最恐怖的正妹 不能碰是吗 不是不能碰 因为他是日本的格斗 这个等于说格斗皇后 你KO不了他的意思 没有错 这个格斗皇后看起来长得还不错 对不对 看起来就是 像一般的我们看到的日本妹 就是这个样子 还蛮秀气的 对对对 你看他的二头肌 你看他的肌肉 没有很明显 对 没有很吓人 很壮 问题就在于 他所参加的这个丰功伟姬 连续三年得到日本的 这个罗绿拳后的这个称呼 他很会打格斗 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格斗 并不是像摔角一样 是在演戏的 是真打 你知道吗 曾经在这次 这种格斗大战里面 为了拿到这个冠军 直接有一位 这个等于说 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格斗的这个皇后 鼻梁直接打断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是完真的 那么其实 这位九宝田林奈 他本身是1981年 1991年出生 等于我们的80年次 还很年轻 那么不过 他有一个别人 没有的一个经验 是什么经验呢 他国小六年级开始呢 就开始学空手道 他自己本身也是黑带高手 因为他自己的父亲 也是空手道高手 所以跟着爸爸这样学 空手道 空手道 他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跟基础就对了 那尤其是 你知道 不管是学什么武术 包括跆拳 柔道 空手道 等等 其实最主要就是 你身上的这个关节缠斗 你知道吗 然后他所以呢 他自己本身呢 除了关节之外 他在缠绕的部分呢 尤其是绕紧 把你绞杀 被勒住这样子 非常的棒 那这种手法呢 这种等于说技巧呢 在他正式上了擂台上面 跟人家对打的时候 就占了很大的一个便宜 当然体力很重要 然后这个技巧也很重要 那他从这个2007年开始呢 就开始进行 这个所谓的这个格斗大战 打到现在20几场 总共赢了20场 那么其中有5场 是直接把对方给KO掉了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身高不是很高 那么160公分 其实50公斤 并不是说非常高大 可问题是 他技巧非常的好 那其实我觉得 跟他学空手道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学空手道的话 你的手劲 跟你的冲力爆发力 就特别强 所以当你的对手 在跟你硬碰硬的时候呢 他只要被你打中几拳 他就大概就是 大概是不知倒地了 所以很容易是KO对方 那么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 他以18岁 18岁的时候 就得到了这个S-Cup的 这个等于说权后 那当时人家封他 罗力权后 罗力权后 也是高中 高中生权后 等于说年纪这么轻 就可以打到权后 那2009年 2010年 2012年 他连续三届 全部是权后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他自己本身 看起来个儿头不大 个儿头娇小 但是呢 确实有他 等于说跟别人 不一样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他因为这样的一个 格斗技巧的表现 我们刚刚看到 这种格斗的打法 真的是真打 不是假戏的 不是说 我们看到那个摔脚 摔了半天 彼此套好的戏 不是的 这种真打的方法 是会受伤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也曾经失败过 他曾经四次被人打败过 可大部分呢 都是赢 20场赢 然后一场合 4场败 所以呢 事实上他蛮厉害的 厉害到什么程度 厉害到最后 日本的电影导演 跟制片找上他 为什么呢 找他来拍电影的动作片 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基本上 格斗他不用替身嘛 然后呢 要打 要什么全路套路 也不用怎么交 只要稍微跟他讲一下 需要什么样的技巧 就是说 请他打的时候 下手留情一下 不要真的打下去就好了 不要把那个男女主角 给打困了就好了 他为了拍这部片子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 还真的到我们台湾来拍片 到了台湾拍片了以后呢 其实你又觉得 他平常不是很凶悍 对不对 其实不是啊 因为A型巨蟹做了他呢 实时上像个小女生 平常如果不参加比赛 不训练的时候 跟其他的小女生都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喜欢 拿了一个手机 然后就自拍 然后呢 看起来跟男生讲话呢 有点害羞 有点娇娇弱弱弱的这样子 跟一般的邻家小女孩 跟一般的高中女生 感觉上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 一旦他上了擂台上了以后呢 他六亲不认 说打就打 说挥拳就挥拳 毫不留情 另外一个神田之子 这个有muscle的 他有muscle有肌肉 而且他的年纪已经47岁了 他也快50了 刚刚的水果牙齿是一样了 那他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 他练的是健美 他从23岁开始呢 就练健美 那我们要知道 健美通常是男人的天下 用男人的那种方式 知道muscle肌肉的嘛 所以他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呢 就是他为了要 让自己有这个结实的肌肉呢 他必须吃高蛋白的东西 而且每天要运动 一天要一定 你想要练出这样的肌肉 一天要运动多少 那你包括饮食都要很节制 不能像我们一样 高兴的时候 哇这个情人节就去吃大餐 随便大家乱吃一些垃圾食物来看 不行哦 他每天规定吃的东西都要一样 因为如果乱吃的话 他的肌肉结构纹理 马上就会改变 他的样子看起来没有很man 对没有错 让他穿那个洋装 他一样是非常有女生的味道 对 但你说没有很man 你注意看他下半身 还是 一直都把他遮起来的话 你看他下半身 那个肌肉的那个线条 对不对 你男生还漂亮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最主要 他走的不是那种日本 红红给我们的感觉 日本女人就是白白净净的啦 然后哎呀 那个皮肤就是那种 感觉像滑滑的这样 不是 他走的是肌肉的那个 但是你不要看他 好像走的是那种健美小姐 对不对 其实他内心世界里面 也是装一个小女生的 比如说他还是一样 很爱 像小女生一样 喜欢投指甲油 然后呢 自己的健身器材 还要用一些 比较可爱的健身器材 贴钻是不是 跟男性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事实上啊 不管他自己本身的 肌肉有多结实 然后那人家看了以后 他很为官职 有八块鸡 但是事实上 他的内心世界 还是住着一个小女孩 哦 好 好 感谢观看